謝謝主席 主席是不是麻煩請我們兩位首長 部長跟局長 局長長還有部長 為了避免上上下下 所以我們就請兩位一起來 那今天我們談這個日韓大選後東北亞的這些關係 不過我個人認為是 不光是東北亞 日韓的大選牽扯的應該不是只有東北亞 大致整個東亞 甚至到跨越太平洋 美國的這些關係等等 那台灣當然涉及其中 所以首先我想先請教一下 這個兩位 針對這個日韓兩個新的領導人上來之後 不管是在中日或者日韓的這個外交關係上面 兩位各自是怎麼樣看待 是會往正面的方向發展嗎 還是說其實是只是上台的時候做做樣子而已嘛 那些既有的問題實質的問題還是存在 爭議的問題也不會有多大的解決 因為這個領導人也不是只有換了一次嘛 光日本首相過去幾年就不曉得換了多少的 而且跨越不同的政黨 結果中日的關係 掉一台的問題 其實也沒有解決啊 對不對 所以我想請教一下 我先請國安局局長好了 好 好委員長 基本上我想委員剛才點出了問題的核心 其實那兩個國家很多的問題是歷史就存在的問題 不是哪一個領導人上來一個時間就可以解決了 但是因為彼此都是一個新的領導人啊 事實上我剛才一直在報告 對話是現在大家認為解決問題最好的辦法 所以為了營造一個有利的環境 事實上我認為初期 這幾個國家都會朝一個對話的方式來解決 來謀求解決啦 但是彼此的僵持還是在的 也就是說這些問題不是短時間可以解決 其實對話某種程度上也只是拖延吧 對 或者是講的更稍微有藝術一點說擱置爭議啦 用對話的手段來擱置爭議嗎 我可以用幾個簡單的字啦 第一個對話啦 第二個僵持啦 僵持的意思對這些問題拖下去 僵持是拖延嘛 真的是拖延嘛 第三不要失控 不要失控 那不要失控這一部分 局長你認為這個機率啊 失控的機率會不會有 會有 什麼樣的情況底下會有擦槍作火 事實上因為這幾個國家現在所採取的維權作為 都不是一些宣誓性的 都還有一些具體的 比如講出動經濟啦 金劍啦 此法傳之啦 這個算不算挑釁啦 蛤 算不算挑釁 但是我 是挑釁還是維護他們的主權 我也 我給你報告啦 因為彼此之間都玩不起事情惡化了這樣子的 是 所以我們從態勢來看 他們彼此之間主權 拿到主權一宣誓完 事實上彼此之間都會留給一點破路 所以其實是為了對國內交代 對啦 是啊 沒錯 所以應該只是做做樣子 這個樣子就基於固權啦 就是鞏固執政者的權利 不過這個我們還是期待國安局能夠掌握比較更新的東西 因為我們比較擔心的就是你講的那個失控那一部分 然後失控的情況底下我們的準備跟回應 對 那這部分我想類似的問題我請教一下我們的部長 是 8月份的時候總統提出東海和平倡議 和平倡議嘛 那外交部也是極力在推 那我想請教一下 這兩位新的領導人上來之後 對於總統所提的東海和平倡議 到底是正面加分 還是說他們其實沒有認同到東海和平倡議 就這兩個日韓的新的領導人 我想我們東海和平倡議 其實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夠維持這個東海地區的和平跟穩定 因為東海地區的和平倡議對他們日韓來講也是一個重要的 如果對剛才啊 這個局長所回應的那樣子 其實雙方也都是拖嘛 各自爭議嘛 那這各自爭議不就是回應到總統所提的東海和平倡議嗎 因為你要和平倡議的第一步就是先割下爭議嘛 對不對 所以在目前這種情況底下 尤其 你們的分析裡面也提到啊 安倍是所謂的支台 甚至清台 那南海的普警惠 某種程度上也在台灣 受過高等教育嘛 也來這邊念過研究所嘛 沒錯吧 短期啦 對台灣也不陌生啦 所以在這種情況底下 是不是有助於 啊 這個 中日韓跟台灣 未來在這個問題的處理上面 是往各自爭議的方向來走 我想在溝通協商方面應該會比較有幫助啦 我們也希望大家能夠往各自爭議 各自爭議的方向走 但國家之間當然有很多整體的利益來考量啦 美國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那這個日本跟韓國跟中國大陸之間的經貿關係 又非常的密切 所以在這樣一個整體的考量之下 就是說有些是維權的動作 維權的說法 有些是實際的作為 這裡面會有一些提醒 那在實際的作為那一部分 我記得部長之前也提說 台日的威權談判 開始要進行嘛 是 對不對 那安倍上來之後 有沒有可能加速這一部分的進行 或者是說對台灣 比較友善的作為 當然因為這個是我們要進一步來做觀察 因為余權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針對那個主要 你的期待怎麼樣嘛 我們的期待當然是樂觀 你樂觀 所以安倍上來之後這件事情轉去樂觀 應該還會有幫助 其實原來已經有一些進展 因為第一次的這個預備會議在11月30號已經舉行 我們現在正在進行籌備就是第二次的預備會議 那會做一些先級的諮商 那如果說這個自民黨政府 新政府將來對於余權的這個部分 我們自己外交部的 外交部跟國安局的研判 安倍上來之後 對於我們再調一台問題處理 尤其是余權談判這一部分 局長你認為會不會比較正面一點 哎呦 我給你報告啦 任何一個國家在處理一個問題 都是以他的國家利益 不會因為個人嘛 對啦 不會因為他個人好跟不好 但是我們現在最怕的 過去最怕的就是 最怕是什麼 對問題的不了解 而產生過度樂觀或悲觀的不怕 那安倍了不要給這個問題 那他們兩個事實上 不管是普警惠 其實他是一個 我們講說他是一個相當了解的人 所以比較知道 不會去採取一些 譬如說 彼此之間失控 失破臉的 對啦 就是說 基本上因為了解 就可能對我們彼此之間 然後 彼此之間還有一些聯繫關係 所以比較容易進行就對了 這些問題都容易解決 但是 問題在 還是要不能夠違反他國家的 最高利益委員則 好 那這樣的情況底下 安倍其實他上來以後 他就說他要宣佈派特使去訪美 也說要去修補這個跟韓國的關係啦 那我想請教一下部長 安倍上來之後 他過去跟台灣也極其的友好啦 是 他有沒有派任何的代表或特使要來 你們有沒有接到他的通知 目前是沒有 不過馬總統在第一時間已經向安倍表示進去 我知道啦 我們向他表示住了 這是應該的啦 那我們現在跟安倍跟自民黨的高層 其實一直都維持相當友好的 有沒有要派特使來 有或者要派代表好了啦 有沒有 市長沒有做這樣的一個安排 可是我們之間 我們有沒有派過去 目前還沒有 目前還沒有 我們會做進一步的協商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要派個代表去先做先行的溝通吧 對於這個 尤其我們跟日本的關係也這麼的密切齁 對目前我們就是請我們駐日的省代表嘛 台灣這邊總統有沒有要特別的代表或特使 我是建議其實外交部在這方面應該可以建議總統做吧 為了維持台日這種特別的友好關係嘛 我們也希望說新任的安倍首相底下我們可以解決一些台日的問題 不光是釣魚台的問題啦 還有兩方之間的經貿問題 那未來其實日本跟中國大陸之間的經貿關係 台灣應該可以辦一些角色 所以這部分涉及到政治經濟的這些問題 我是覺得說外交部應該可以大膽的建議總統派個特使或者代表 跟日本新的這個首相啊 能夠做進一步的溝通嘛 應該有助於我們後續雙邊關係的發展 甚至整個區域安全區域穩定的發展 這個我們贊成 我們事實上在東京的部分已經在進行聯繫 應該可以吧 我們可以做這樣一個建議 因為新政府事實上26號才成立啦 這個將來新的內閣 但是先溝通會比較好啦 對不對 你不要等到他全部都到位之後 又基於說我已經在位子上面了 我不方便跟你見面 對不對 那我覺得不好嘛 在他這個正式的內閣這些團隊還沒有底定之前 還沒有正式上任之前 其實趕快做這種雙邊的私下溝通是最好的 溝通的這個過程一直在進行 派個實際的人過去嘛 我們可以來做一個考量 所以我想這部分我們希望說雙方新的領導員上來之後 台灣在這個區域關係裡面也不要缺席啦 因為在整個區域的這個利益裡面啊 我們相對其實在整個區域上面我們想要爭取的是很多的 包括包括中日韓在談的自由貿易協定 這個其實在你們報告裡面也說 不會因為政治上面的這些紛擾而影響到它的進程喔 我覺得這部分是我們要更加警惕的啦 局長你同意吧 我完全同意 事實上委員你也談到我們現在一個核心啦 其實這兩個國家因為有中共的因素 不可能我們在做這幾個國家的溝通工作上 不可能大張旗鼓 但是我們都有在做啦 就陳律律所說的 現在是建立彼此關係 尤其是惡鬼關係一個很好的機會 最好的時候嘛 對的都在做 展現我們的積極性嘛 我們不可能老是等一下來找我們嘛 我們也不是美國啊 要等他派個特使來溝通嘛 我們該主動出擊嘛 對日對韓我相信都應該要如此啦 好不好 這個謝謝部長跟局長 謝謝